中道自然医学影音专辑 这个专辑是由王群光医师、蔡凯庄医师、王丰医师所共同编撰录制的 这一集是第三集 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是要谈这个智力神经失调 引发的疾病有哪一些 常见的引发疾病有哪一些 还有它的基转是怎么样 智力神经失调引发的疾病 遍布全身 最常见的就是半膜逆流或者脱锤 还有心力不诊 胃食道逆流 肠躁症 头昏 头晕 我们以下再详细一个说明 我们一般上讲健康 什么叫做健康 健康就是身心灵平衡 身心灵平衡的话 人就健康了 那我们在看门诊的时候 我们病人来到前面 看了他勾选的主术以后 我们都会想想 这个病人到底是生病 心病 还是灵病 所谓生病 就是说单一器官的疾病 就是说这个器官的一些小毛病 病人不感觉到有什么大的不舒服 就是单一个器官的疾病 比方说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失诊 或者长痘痘 或者异味性皮肤炎 或者眼睛睫毛炎 或者有一点鼻炎 这种皮肤外表的疾病 这个就是单一器官的疾病 这个时候他有没有自立神经失调 有没有免疫失调 当然是有 可是患者没有感觉到 所以像这种患者 他来的时候 你就不要跟他讲 这个自立神经的问题 也不用跟他讲 你情绪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情绪的问题 如果你问他 你问他有没有睡得好 有没有情绪问题 他说没有 大概就不用再问自立神经 跟脑部情绪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患者一见面 你要先搞清楚 他到底是生病 心病还是灵病 那心病是 我们通常就是把它定位在 这个自立神经的问题 自立神经 因为他是管我们 这个是脑 这个是自立神经 脑透过自立神经 来管我们身体 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细胞 那所谓自立神经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以下的问题 就是这个 这个是属于灵的病 神的跟灵的病 那这里是属于自立神经引起的病 如果自立神经失调的话 那么自立神经失调 引起的病又分为这个 单个器官的病 比方说胃食道逆流 他觉得他只有胃食道逆流 还没有引起很大的并发症 你也不用跟他讲 好以后会怎么样 会引起这个忧郁症啊 什么或者是肠肇症 会引起忧郁症 这个你暂时还不用讲 先针对他的问题 来给他解决 所以说这个自立神经 跟这个脑部 还有这个器官 这个问题 要搞得很清楚才可以 再来呢 就是这个灵的病 所谓灵的病 其实就是指精神性的疾病 因为脑主神 脑也主灵 神跟灵就是来自脑部 就是来自脑部 那比方说一个人 有忧郁症啊 躁愈啊 低潮啊 负面思考 仇恨感重 失眠啊 失去无法集中 心慌 这个大部分就是跟这个 脑部有问题有关 所以我们讲的精神障碍啊 情绪障碍 当然有一部分 粗浅的部分啊 精神的问题 好像是跟自立神经有关 可是啊 比较严重的 大部分还是跟这个脑部的障碍有关 比方说 我们讲灵的问题 就是包括这些啊 各种的这个忧郁症啊 沮丧啊 幻听幻觉啊 精神分裂啊 还有小孩子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过动啊 还有亚斯伯格症 妥瑞症 非典型自闭症等等啊 因为这个脑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最高统帅嘛 啊 这个脑如果出问题的话 当然很多情绪的问题就会出来了啊 因为我们这个脑是这个里面有很多神经细胞嘛 他一直放电放电 放出这个脑坡啊 放出各种的脑坡 嗯 所以在这个情绪障碍方面呢 我们这一集啊 是不特别来提 那我们主要是讲自立神经 如果大家要了解这个情绪障碍呢 你可以到这个啊 我们ck1.com.tw这个网站哈 你点进去啊 在跑马灯上面点这个情绪障碍方面哈 或者是你直接上youtube 你打这个情绪障碍自然疗法哈 就可以进入我们这个情绪障碍这个网站 再来提到这个自立神经怎么检测呢 事实上我们的脑部 透过这个自立神经来管 这边是副胶感 这边是胶感啊 副胶感是由这个 这个脑干这边直接出来的啊 胶感是由这个脑部的神经 透过这个脊椎由各个胸椎啊 这个腰椎啊 这边直接出来的啊 还有这个间椎啊 出来的啊 那这些自立神经呢 他就是直接来管我们的这个身体 可是呢 我们一般上啊 很难监测到自立神经 好 你很难够呃就是找出来 他到底是怎么样硬作 现在呢 我们是透过这个心脏 因为因为心脏是这个心电图是可以记录的嘛 那我们经由这个因为自立神经这里他有这个胶感 是怎么样这个我们以后还会做一个专辑来去讲这个自立神经的检测方面的问题 自立神经失调 自立神经为什么会失调呢 自立神经失调主要就是因为有肠肉跟肺肉症引起的啊 比方说我们这个过敏盐经由呼吸道或者啊 口腔啊吃进来的吸进来的啊 这个吃进来吸进来的这个过敏盐呢 就会跑到我们的血液里面 到了血液里面的时候呢 会跑到这个引起这个自立神经的这个失调啊 影响到自立神经 就是过敏盐跑到身体里面就引起发炎嘛 啊 过敏盐入侵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血液里面跑到身体各处呢 就好像这个国家有敌人入侵啊 军队会起来攻击他啊 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军队之一啊 这个叫做肥大细胞 肥大细胞当这个过敏盐跑进来的时候呢 他就会放出这个组织胺啊 红色的就是组织胺啊 所以说当你过敏的时候呢 医生会开抗组织胺给你嘛 还有就是这个 啊 巨石细胞啊 这个些绿色的是过敏盐 巨石细胞吸收了这些啊 过敏盐之后呢 他会放出这个组织胺 引起这个发炎反应 好 这个过敏盐也会突破这个 好 显黄色这个 呃 血脑脏壁 跑到神经里面 跑到神经组织里面呢 好 就是突破这个血脑脏壁 好 使到我们这个神经 细胞受到影响受伤 好 这个是神经的轴 这个是神经细胞的 他的细胞体 过敏盐 啊 他本来是在血管里面 可是呢 如果过敏盐跑 跑到这个 这个神经组织里面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白血球 巨石细胞也跑过来了 他本来是不会跑到脑部的 他本来是不会跑到脑部的 结果跑过来 这个发生战争 让我们这个神经细胞受伤了 这个叫伤痕累累啊 本来我们的神经细胞传导啊 什么都很正常的话 就比较不会自立神经失调啊 可是如果受伤以后 没有修补好呢 神经传导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那当然我们身体是可以 自我疗医自我修复的啊 不过 你如果要自我疗医自我修复 就是要有很多细胞原料啊 比方说脂肪酸啊 多糖体啊 氨基酸啊等等 就好像你请了一个水泥酱 到你家来修房子嘛 你一定要给他原料啊 这个叫做细胞原料 没有细胞原料 他是没有办法修复的啊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的处方就是给细胞原料 让他修复好 把这个不好的 这个神经修复好以后呢 他就会自立神经 这个失调就会好起来 所以才能够恢复这个 一个完整的这个硬作啊 那么如果没有修复好呢 就会发现这个自立神经没有办法平衡 自立神经平衡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同调同步共振啊 啊才能够和谐平衡嘛啊 那自立神经这个一定要我们这个讯号啊 透过脑部一定要传过来 好好的传过来 然后呢 作用在各个器官上面啊 又好好的传回去 传到脑部 然后又下指令 所以我们的这个自立神经里面 它有两个成分 一个叫做感受的啊 传回去 然后又在下指令传回来 所以哈这个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哈 这个过程呢 就绝对不能够让这个自立神经啊 本身这个传导出了问题啊 所以我们万一传导出问题的话呢 就好像一架飞机哈 它想降落了 结果呢 电线传导有问题啊 可能被老鼠咬断啊 或者是这个呃就是拖拖了嘛 街头拖了 结果飞机的轮胎放不下来 只好用这个肚子降落了 你想这个有多恐怖的事情啊 哈 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要 这个讯号哈 要随时送到脑部 脑部又在送讯号出来 好 这个期间啊 不要说0.1秒 0.0001秒都不能够插 一插的话就会产生自立神经失调了 好 自立神经平衡的条件就是 同调同步共振嘛 刚才讲过哈 那如果我们不同调 不同步 不共振 不和谐 不平衡 没有效率 没有质感力 那么这个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啊 就会失调了嘛 就好像 各个组织器官的这个 就好像是比 好比我们交响夜团的这个成员哈 这个指挥家呢 他就等于是脑了哈 我们的这个夜谱呢 就等于是我们的基因啊 如果这个指挥家 不行啊 这个是属于 灵的问题啊 脑部不好 那如果我们如果是在这个室外演奏哈 忽然间起了一个大雾哈 结果 所有的人看不到夜谱哈 哈 看不到这个指挥家的动作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点像 哈 就是自立神经失调了 啊 这个时候交响夜团的团员呢 他们就 各谈各调嘛 哈 忽然间就不行了哈 就就谈的不好听了嘛 所以我们这个自立神经哈 非常的这个重要啊 每一个成员都很重要啊 这样讲我相信大家应该很了解 什么叫做自立神经失调啊 哈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讯号 都要传到 透过自立神经传到脑部 脑部在下指定下来嘛 哈 好 如果没有办法协调呢 它就会产生几种状况 有的是单一个 单一个组织的 我们以后会提到 单一个器官的 有时候是器官跟器官之间这个失调 是比较严重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肢力神经失调受损的典型症状是什么呢 就是手脚冰冷了哈 在门诊哈 我们都会测这个患者的这个额头的温度 跟手啊 或者脚啊 通常比较少测脚 都是测手指啊 手指这个啊 这个Volocyte啊 Parmacy 就是手掌这个部分指尖啊 看它的温度差多少 通常啊 我们前额 的这个温度呢 用这个耳温枪测了以后呢 它不能够跟手指的温度差超过一度啊 超过的越多 智力神经失调就越厉害 有些病人 我们握他的手觉得好冰哦 一测差不多大概 最低我们大概车到2425度啊 比正常温度37度36点多度差了足足有10度11度啊 手脚非常非常的冰冷啊 啊这样的话就表示健康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跟人家握手的时候呢 好你一握他的手是冰的啊 哇这个医师啊 啊就知道这个病人身体的问题了啊 像我们自己很多医师的成员也是这样啊 啊 握手我们每次跟病人握手啊 像我我们医师本身像我的这个 手温啊 常常超过二温啊 都是37度左右 手觉得一直温温的啊 常常会把病人吓了一跳 你的手怎么好像火炉一样 再来呢就是手麻脚麻 这个手麻脚麻跟手脚病人不一样 它是一种主观的感觉啊 呃 其实 呃是跟 其实也是传神经传导不良啊 再来就是阴穴了啊 人好像以前好像喝醉酒一样啊 一直阴阴的啊 我觉得每天都头阴很多很多人是这样的 再来就是起坐心 你选站起来会晕啊啊 还有就是胃食道逆流啊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这叫胃食道逆流啊 这个跨业肌灌不起来啊啊 还有就是消化性溃疡啊 像这个溃疡 这个是结果啊 不是原因 还有大肠急躁症啊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大肠啊 这个是大肠急躁症的这个大肠 嗯 这个是大肠的溃疡啊 这地神经受损当然啊 也会导致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啊 尤其是二肩半 避所不全啊 脱锤或者逆流啊 好 这个是二肩半 二 这边是二肩半 那么这边是三肩半 左心房跟左心思 右心房跟右心思是三肩半 这边二肩半啊 好 这样就脱锤 关不紧嘛 好 再来呢 就是三肩半 避所不全 同样 好 前面讲过三肩半是在右边 还有就是心力不整 这个叫心力这个正常 这个叫心力不整 这个心力不整 心脏病引起的这个共同症状呢 常常是胸门啊 心肌啊 运动喘啊 吸不到空气啊 病人常常有这个主术 你就会知道他的应该不是 呃 不不完全是心脏的问题 很可能就是一开始都是智力神经失调啊 那很意外的发现啊 我们这一套疗法呢 对这个心力不整 非常的有效 我们这边来提一下一些心力不整 治愈的这个案例的这个报告 因为一个人心脏神经传导不良 就表示他整个全身的神经啊 尤其是智力神经一定是有问题的啊 那我们一个人这个心脏正常的时候是这样啊 神经传导很好 神经如果传导不过来就会发生这个问题了啊 这个神经心脏是靠这个神经来传导来硬做的嘛 啊 啊 啊 这个是正常的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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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这个心脏传导呢 啊 心脏的神经传不过了 传不过就会像这样 停了一下 好 那我们撤出来心脏就会有心力不整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一个20岁的男生 他有心力不整 有躁意 有长躁症 有过动 他在这个6月 2011年6月13号来 他的心脏是跳成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患者 他这边 呃 这一格啊 这个一格是0.4秒啊 表示他这个 呃 两格多一点 大概0.8秒 一秒跳一下 那么这边算起来呢 1234 差不多14格啊 14格 14 16 呃 呃 试一试啊 5秒多 没有在跳啊 啊 如果一个人呢 他这个心脏传不过来啊 到了两秒 三秒没跳怎么办 通常就是 sudden death啊 就是碎死的这个患者啊 所以他就很危险啊 这种病人是随时会发生状况的啊 就是我们如果心力不整跳成这样 副完键不跳了 那我们常常是要用一种这个呃 临时的电极器啊 给他电一下 不然很可能他就会倒地就会死掉 这样 好 那经过我们六本来是6月13号第一次来吧 哈 那么经过我们治疗呢 啊 6月27号就变正常了哈 7月15号再来复诊也是正常 8月也是正常 连9月也是正常哈 事实上 我们这个是一个很意外的发现哈 病人是治疗这个肠造症啊什么哈 哎 后来发现他的这个心理整个都好了 其实哈 我们这个治疗这个 精神疾病啊 智力神经失调啊 对这个心脏来讲啊 呃 心力不整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啊 意外的这个收获 有人问我说 这个9月30号以后呢 才追踪了几个月嘛 哈 那为什么不再追踪呢 真的很抱歉 患者他不愿意再回来了哈 他说他很正常啊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他现在的这个情况 哈 这个就是前后的这个比较 嗯 再来呢 有位医师哦 有位医师 他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啊 有精神啊 情绪的问题 然后又有这个啊 心力不整的问题 他已经好几十年了啊 心力不整 那他自己是医师啊 他也知道啊 朋友都跟他心脏科医师的朋友都跟他说啊 你就等吧 啊 搞不好有一天就会变成这样 啊 变成这样 不跳了 不跳怎么办 这个时候如果来得及的话 做一个这个 这个Cardio version啊 一个垫急 有可能会回来啊 啊 那或者是呢 心脏一直跳跳跳不好 怎么办 最后心脏不跳了啊 不跳了 不跳怎么办呢 心脏衰竭吗 好 其实不至于 现在有我们这个叫心脏解力器啊 放在这里 可以给他垫啊 垫一垫 他心脏又会跳了 这个患者呢 他11月21号来门诊 你看他12月4号就好多了 啊 1月3号就完全好了啊 他这个心脏完全好以后呢 其实他很多症状也就好起来 大家知道啊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心脏是一个指标啊 如果你管这个长指的啊 智力神经也是这样 有时候传导得过 有时候传不过啊 管这个肺脏的也是 管全身的器官都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当然就是智力神经失调嘛 这个心脏是一个看得到的 指标我们其他看不到的 没有办法检测 所以我们是用心脏 就是这个心力不诊 作为我们一个治疗 有没有效的指标 所以我们最喜欢看这个心力不诊的病人 心力不诊通常会在几个星期 甚至一个礼拜左右 大部分会恢复正常 如果不是很久的话 像这一个女生 她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她只是感觉有点过敏 她来看 11月12号 我们问她 她一个非常感觉 她自我感觉良好 可是她是严重的心力不诊 你看两下正常 心跳一下不正常 那么一分钟已经差不多到了 差不多20下的这个心力不诊 我们给她治疗以后 20号开始治疗 11月8号就完全正常了 所以我们相当欢迎这个患者 他有心力不诊的 来试一试看看 通常会好的很快 不过我们是只针对这个比较早期的 不要那么已经这个叫做木已成舟 比方说三四十年 一二十年 那个就比较麻烦了 心脏神经传导不良 代表全身的神经传导多可能会出现问题 尤其是心力不诊的人 绝大部分都是有二间半三间半的这个问题 二间半三间半 这个避所不全脱血的原因 最常见的当然是智力神经受损失调 还有细静性内心磨炎 不然就丰湿性心脏病 先天发育不良 不过最常见的还是智力神经失调受损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二间半避所不全 这个是二间半 当我们心脏心事收缩的时候 这个要同步关起来 如果这个没有关起来 那么就是避所不全 这个血会由这个心事应该要打到这个动脉 心脏所以一跳的时候你就会摸摸你的手 手腕的地方就会摸到脉搏嘛 这样这个就是 所以不能够跑回来 不能够跑回到左心房这样 这个是我们的血液 由心事打出来 你可以摸到脉搏嘛 然后一分钟跳六十七十八十下这样 好 这个心脏血液会由动脉出来 然后由上下腔筋脉回到我们的肺脏 好 然后就跑到肺脏 肺脏呢 在经过这个给氧气以后呢 就回到左心房 左心房的血液再到左心室 左心室 然后再打出去到这个动脉 主动脉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心 这个二间半一定要关起来的 他关不紧 就是叫做避锁不全 叫避锁不全 这个是避锁有钱 这个正常的 他为什么能够避锁有钱呢 就是没有关得紧 就是因为这一块肌肉 他能够在这个心室收缩的时候 同步的 这个肌肉也拉紧 也拉紧 那么他就关得起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 关得紧的这个二间半 主要是靠这个肌肉拉起来 这个肌肉 这两条肌肉很重要 那我们的心脏呢 也是由这个交感跟副交感来共同管理的 同调同步共振 因为这个半膜 打开是靠副交感 关起来是靠交感 大家看这个心脏也要靠半膜 当我们心脏一个收缩的时候 他要同步关紧 他要关紧 关不紧的话就会逆流回去 这个就是心脏这个跳动 这个半膜要关紧 如果这个 神经传导正常 当然是没问题 神经万一传导不正常 就会出现这个心理不整 或者是这个 半膜内流 关不紧等等 这个主要是因为 我们如果侦测到这一段心理不整 这一段是侦测不到 如果你侦测到这一段心理不整 传不过的时候 那么这一段也有可能受损 所以这个半膜的 关闭的肌肉 这个叫Papula muscle 没有办法关紧 那么它就好像门关不紧 这个就是关得紧 这个肌肉有作用 我们看这个超运波 这两个是半膜 这个是半膜 半膜有关紧 没有逆流 这个是正常的 如果说是神经传导不良的时候 这个传不过来 传不过来 传不过来 它就会逆流 就这样 因为这个神经关不紧 这个肌肉没有马上启动 就关不起来 那关不起来 我们做超运波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逆流 这个血液跑回去肺脏了 跑回去了 所以说这个半膜 没有同调同步 该关的时候关 这个叫没有同调同步 没有共振 没有和谐 没有平衡 没有效力 这个就是有效力 这个有效力 这个Buff很好 Buff很好 那这个半膜不好 不好的话 就脱水 这个就引起很大的问题 当然二间半必锁不前 脱水 他早期是几乎没有什么症状 可能一点点胸闷 心悸 早期没有症状 可是不表示以前 以后没有症状 为什么会胸闷 因为我们心脏 血液由肺脏要回来 如果你这里 没有办法打出去这边 而是回来这里的话 怎么办呢 就好像这个水槽 这个水不通一样被塞住了 所以你会有胸闷的感觉 这个时候很可能心脏还是正常的 可是到了中期以后 就会有疲乏 心计 活动喘 左心是肥大 为什么会左心是肥大 因为运动喘 就是说 你这个血液一直回来 就感觉闷闷会喘 因为你这个血液 如果这边回去 回去以后 那么这边的压力不够 心脏就要加强收缩 加强收缩 时间久了 就会心脏肥大了 这个心肌很肥厚 这个是正常的心肌 这个心脏就肥厚起来了 就好像你每天玩这个哑铃 肌肉久了 它就肥厚 二头肌就大起来 这样 再来 时间久了就会肺水肿 会咳血 会心脏衰竭 像这个就是肺水肿了 肺水肿 这个心脏已经到了要换心的程度 已经心脏完全失去功能了 这个也是一样 心脏 这个已经心脏衰竭了 充血性心脏衰竭 就是说 这个半磨坏掉 这个血一直往回打 打不出去了 三肩半必锁不全 它其实跟这个 二肩半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它只是在另外一边而已 那么另外一边它也是一样 必锁不全 逆流 逆流的话 因为我们的这个 它是管逆流的 它是我们的心脏 这个血液出来 然后回来 回来就回到右心房 右心事 结果这个回流不好 血液挡不住 所以会下肢水肿 还有会静脉去脏 左心房扩大 等等 还有也会肝肿大 像这个静脉去脏 颈部静脉去脏 还有就是阴穴 也会引起阴穴 那为什么会阴穴呢 我们这边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的这个 人要不阴穴 管阴穴的神经 有很多 当然眼睛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所以你就 如果把一个人的眼睛蒙起来 他会觉得 好像走路就不稳 所以这个眼睛其实是跟这个 眼这个很有关的 跟这个瓶很有关的 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神经 这个神经 如果这边 这个神经的这个表皮 如果不好的话 他的这个 Axon的这个 覆盖在Axon外面的这个细胞 如果不好的话 有病了 他就会穿倒不良 还有就是我们来自身体各个器官 肌肉 还有这个关节 等等的这个信号 也会传到我们的这个 会回传 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半规管 这个半规管 这个神经训号会传回来啊 传到中枢 还有这个耳食 管耳食这个部分的这个神经也会回传 好 这些训号传到哪里呢 先传到小脑 因为小脑是我们身体这个平衡的这个中央处理器啊 所以一个人 小脑如果中风的话 他们他就会你叫他把这个呃一个手 用一个手指摸摸这个鼻子 然后再摸另外一个手指的指尖 他没有正常人是没有问题啊 结果小脑中风的人啊 他本身就没有办法摸不到两个定点啊 也不能走站起来走路 或者是像有些小脑萎缩的这个 有小脑萎缩这个基因的病人啊 发病的时候 他就什么都很好 他就是不能平衡 躺在床上啊 根本连吃饭拿东西吃饭都会有问题 所以小脑在平衡的系统里面呢 是非常的重要啊 我们所有的讯号呢 都会都会传到这个平衡的讯号 先传到小脑 再传到大脑啊 再传到大脑 然后大脑再传下来 我们就就可以很平衡的走路 甚至走钢索啊 大脑是会下指定的 大脑会下指定 如果我们这个神经讯号传上去不顺畅 传回来不顺畅 那当然就不行了 如果说我们神经传导很好 那这样最好了 如果传进去不正常传回来不正常 那就麻烦了 就是没有同调同步嘛 所以就好像是一个一架飞机 我前面讲过了 你要降落的时候 你这个降落轮胎降落 那个电脑那个信号没有传到 那还得了啊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投阴每天都阴 走路也阴 连睡觉也头阴的人还蛮多的 我们蛮喜欢看这种 头阴的病人 头阴的病人只要 他不是说什么 小脑长肿瘤啦 脑中小脑中风啊等等 其实我们这个只要是自立神经 这个传导不良引起的这个头阴 我们这里几乎大概可以一两个礼拜之内 或者几天之内就改善的这个非常多 这个是一个我们讲dramatic 戏剧性的改变 所以我们神经传达的好 全身就会和谐啊 平衡啊 有效力嘛 再来呢 就是看这个起坐性阴穴啊 为什么会起坐性阴穴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就是我们的神经传不过嘛 传不过 当你站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下肢的这个神经啊 自立神经啊 要启动 让这个下肢的交感神经启动 把这个血管让血管收缩 把血液压 不要那么多跑到下肢嘛 这个是我们人体 自立神经调节的一个自动的机制啊 如果你这个神经传导 慢了这个0.1秒或者1秒钟 然后你就会晕啊 你要等到这个神经讯号传到这里 让这个血液启动以后 才把这个血液打上来 不然啊 我们叫做起坐性低血压 就是说 他这个脚的血压会量起来比较高 上肢会比较低 那脑部当然更低了 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头昏眼花 我们是欧岸面 眼帽进心 有时候如果严重的话呢 时间太久要抱住一个东西 扶住一个东西 等这个神经穿导过来 然后你才不会阴导 好 有些严重的话呢 刚好又没有东西抱 你一站起来 蹦啊 就像树一样倒下来 有时候引起这个头部外伤等等 再来呢 就是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其实它一样 我们的胃 这个地方也是受这个胶感 副胶感管的 也需要同步同调同步共振 那我们人在吃东西的时候 先是这个副胶感启动 副胶感启动呢 就是让这个食道蠕动 然后跨越机打开 这个时候就是副胶感启动 副胶感启动以后呢 胶感要同步启动 让这个 这个 跨越机关起来 我们叫做下食道 下食道Sphinter L-E-S Lower Esophage Sphinter 关起来 如果没有关起来呢 就会造成胃食道逆流 这个胃食道逆流就是这样形成的 为什么会没有关起来呢 因为它神经传不过 交感神经传不过来 传不过来 它就是一直开开的 一直开开的 一直开开的 那么这个问题可大了 这个一直开开的 这个是很大的麻烦 它一直开开的 一直开开的 因为胃酸 胃酸是 PH是1 那么这边是不耐酸的 这边是 大概只能是中性 跟一般的皮肤一样 你们这个 我们这个胃酸 酸减度是1 意思逆流逆流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胸闷 胸痛 这个火烧心 汗笨 我们叫灰瘦心 感觉 甚至如果再上来的话 跑到这个食道 咽喉 甚至中耳的欧视管 也给它灼伤了 也造成这个闷闷的 或者喉咙痛 有时候我们看患者的咽喉 整个都是烧到喉咙 种种的 我们有一个比较通俗的讲法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跟患者开玩笑说 你好像等一天天在喝盐酸一样 为什么 这个没有 这个讲没有过分的 因为盐酸也是很酸很酸 PH也是到1左右 当然有时候浓度的问题 它酸减脂 胃酸就是很酸的 不然没有办法把这些肉 一些 甚至一些骨头消化掉 所以胃酸是很酸的 那么这个胃酸 高的时候 就会也会上腹痛 我们等于胃是我们的上游 上游一不好 就下游什么都脏气都出来了 消化不良 有时候拉肚子 甚至加上肠肇症 营养吸收不良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这个智力神经失调 这个胃食道内流 很多人觉得 只不过是恰生 一点胃酸而已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胃是我们最上游的地方 就好像我们这个水库 翡翠水库污染了以后 上游污染了以后 下游整个我们台北市吃的水 台北县市吃的水都会有问题 所以说这个胃食道内流 千万千万不能等闲四肢 也很兴奋的跟各位这个听众 观众分享 我们这一套疗法真的是对这个胃食道内流 几乎是这个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 我们不是在这边碰烘的了 真的是我们这个理论来治疗这个胃食道内流的效果 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这个见效 也就是说胃食道内流 其实也是不能同调不能同步 这个跨越机关不起来 关不起来就会造成胃食道内流了 还有就是说 我们一个肠胃道有多重要 肠胃道是生产者 这个智力神经跟头脑 他不会生产 他是一个生产者 就是我们这个胃肠道是生产者 生产者的话 他在我们身心灵平衡里面 胃肠道是个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们的这个 一个王峰医师 他本身以前是肠根肠胃科的这个专科医师 他现在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之一 他说 根据他的这个经验 绝大部分有长期的肠胃道问题的人 几乎都有某种神经 某种程度的这个忧郁症 或者情绪障碍 我想他讲这一点 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的 因为你根本就好像这个没有生产力的 测出来智力神经也会很差 有时候脑坡看起来也很黑 没有贝他坡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肠胃道一有问题 他就没有办法制造一些血清素 没有血清素以后人就会忧郁症 这个完全都讲得通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经气神 经很重要 经的经历充沛 气就是中气十足 这气就是指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一个人精力充沛 中气十足 精气旺盛 那就健康就很好了 神当然也就要神采意义 神气活现 神贤气定 精神好 这个就是我们身心灵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重点 就是首先要精好 有精 精气神 精气神 就是中医讲的 下丹田 中丹田 上丹田 精气神 身心灵 腹脑 肠脑 心脑 头脑 它是一个整体的 这个图就是我们中道自然医学 我们讲或者是我们讲的脑波自立神经医学 一个核心的一个重点 重点的一个图 再来就是看这个大肠急躁症 大肠呢 它也是受胶感 副胶感管管的 按你这个肢力神经传导有问题了 当然就是会 这个肠子也会有问题 常常就是表现到好像这个长 好像我们讲大肠急躁症 常常像这个皮肤长异味性皮肤炎一样 那严重的就是溃疡了 因为常就是说有人他没有发异味性皮肤炎 发到这个肠子啊 所以我们讲说一夜之秋啊 冰山一角啊 只要你有手脚冰冷 阴穴 其中任何一种 任何一种 自立神经失调的症状 你很可能在未来就会有其他这个自立神经失调的症状 当然了 也有人一辈子就手脚冰冷 他什么都没有 很多人他只是阴穴而已 当然这个每个人的基因啊 每个人的这个福报不一样嘛 所以说自立神经失调基本上就是一个 没有办法同调同步共振 没有办法一个和谐演出的这个交响夜团啊 所以我们讲说春江水暖压仙姿啊 如果你这个手都变温暖了 自立神经这个这个心力不整好了 其实你很快其他也会很快的就好起来了 当然有些地方修复是会比较慢的了 所以说我们只要其中一项好起来 所以就会很快就好起来 就像我们门诊呢 常常会问病人说 问他我最喜欢问胸闷有没有好一点呢 他说哦好了 然后问他这个阴穴呢 阴穴也好了 然后其实其实这个几个 你只要问几个东西 你就知道他有没有好了 好阴穴呢 手马脚马还比较慢 手脚冰冷比较慢 因为你我们没有去每一个人造超远坡嘛 所以我们不要不必造超远坡就知道 如果一个人的胸闷心悸啊 运动会喘好了以后啊 大概他的三间半二间半也都好了啦 还有最简单的是问患者说阴穴呢 起床站起来还会不会阴呢 他说哦不会了 这个胃食道内瘤有没有 这个很明显嘛 每个人都知道嘛 如果你问他什么消化性溃疡 他就搞不清楚了 因为还没有照胃镜嘛 大肠急躁症也比较不好问一点 所以我们问诊啊 门诊follow up 最终就是要问这些重点啊 所以我们这个中道自然医学的特点就是说 不要吃药 任何药都是不可以吃的 都是不要吃的 我们本身也是临床的西医师啊 像我王医师本身 我以前也是急诊医师啊 外壳骨壳啊 这个急诊科都做了好几十年啊 我们在这里会说不要吃药 很多人医师以为听呢 觉得是一个笑话 不过我可以跟各位讲了 药只是拿来救急的啦 当然我们不会说心导管不必做啊 也不用不会说这个甲状腺 这个风暴的时候 你不必吃这个抗甲状腺的药啊 我们也不会说糖尿病 昏迷你不要打胰岛树啊 当然我们不会讲出这种很离谱的事情啦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 药 是哪来救急用的 慢性病呢 绝对不能依赖药物 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医师啊 给大家一个很良心的这个建议啦 所以说我们这个肠肉肺肉脑肉细胞治医疗法呢 事实上哈它是一种标本病治的这个方法啊 是一个完全不要依赖药物脱离药物控制的这个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我们这个智力神经也是智力神经受损的唯一有效方法啊 一般上呢 呃比方说智力神经失调只能够依赖药物嘛 叫做治标啊 治疗你这个标的 我们要把智力神经的这个啊 修补好 修补好以后呢 智力神经失调就会好起来啊 啊 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治疗呢 你可以上这个我们的网站啊 网站ck1.com.tw上诊所 啊你打进这个点入这个情绪障碍自然疗法 或者你直接上youtube啊 你去key入这个情绪障碍自然疗法 好就会进入这个我们的这个专辑了 啊 或者是第八集的过敏断根细胞疗法 大家详细看这两个集啊 那么就可以补足我们这一集没有讲的这个啊 没有讲的这个项目 所以就像前面讲的是智力神经无一受损无益的有效方法 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建议啊 就是说所有的医院啊 医学中心啊 地区医院啊 专科医院都应该设一个叫做智力神经失调科了啊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所有疾病的原因都是智力神经失调嘛 脑坡不正常啊 智力神经失调啊啊 智力神经失调科 看完了的病人呢 才给各科嘛 好 那不过 呃我们可以说了啊 如果我们医院把这个家医科改成这个智力神经失调科啊 所有病人都经过智力神经失调科去筛选啊 治疗啊 健保给付这个自然疗法的处方啊 自然疗法的处方 然后心脏科啊 能够有的患者就会就会少很多啊 就会少很多这样健保之处呢就可以省很多钱了嘛 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表达的一个一个一个想法 我们认为说人类的医疗啊 医疗史是一直在进步的 那我们啊 可能就是说你有这个气喘啊啊 呃心力不整啊等等呃 肠胃道啊的问题啦 过敏啊 或者情绪障碍啊等等等等 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脑坡智力神经搞好哈 我们就很多病就会消失了哈 所以人类的历史啊 医疗一直在进步嘛 那我们现在创立这个呃 台湾脑坡智力神经医学会 我们就是要推广这一个概念哈 这个是我们来自台湾 这一个领先全世界的这个领域 就是脑坡智力神经医学哈 希望各位有空哈 有时间可以多参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治病哈 不要只是治标啊 如果你治病 只是治这个呃 后端的疾病呢 就好像你防止漏水了哈 你是拖地拖地拖地 我们是要把你的长肉肺肉脑肉 修补好啊 修补好以后就好像告诉你 你不要只是拖地了 你要把这个漏水的水龙头关掉啊 啊关掉以后呢 下面就不用再拖地了啊 他就慢慢就会干了嘛哈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看法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免疫系统的老板是智力神经嘛 智力神经的老板又是脑啊啊 所以我们脑跟智力神经把它搞正常以后呢 很多啊 病就会消失了哈 当然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强调一下 心情很重要啊 你要放下要放下 好这个我们在另外一篇会来讲 我们现在讲的比较是偏向这个物质面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在其他的篇章里面 我们有提到哦 医学啊 他不只是物质的哦 他应该是哲学跟这个物质并重啊 实际上我们认为说 哲学的层面啊应该高于这个物质啊啊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这里强调一下不能误导大家啊 以为人只是一个物质组成的 其实心灵的层面啊 常常会比物质的层面还重要啊 再来就是说我们最后呢 就是跟大家啊 在这个算是另外一段了哈 介绍一个智力神经检测 所用的这个一些个案这个报告哈 我们智力神经失调呢可以分为八行啊 不过这个八行我们讲的是啊 不完全能够表现啊 因为智力神经的平衡这个值跟量啊 我们测比较是测一种量的问题 值的问题是很难测的哦 怎么讲呢 呃 智力神经的这个值啊 有时候就很难讲 因为我们也曾经看过很多人这个 比方说有一个精神疾病啊精神分裂好了啊 哎他智力神经测起来量很好啊 所以我们值跟量要小心 你看到的只是量而不是值哈 大家不要误解智力神经检测 能够解决一切的这个问题哈 因为我们智力神经这个分类呢 就是分八行嘛哈 就是分这个啊 第一这个叫顶天立地 拼命善狼未老先衰 失调终点气弱有时 松散敏感紧绷带暴行哈 一共分为八行哈 这个我们是来自这个黄帝内经的这个分类哈 我们在这里把它简化成这个通俗的这个口译哈 这个是黄帝内经的分类 3000年前就分好了哈 啊这个就是西医的我们讲交感 副交感的分类 其实交感就是阳嘛 副交感就是阴啊哈 好 我们在另外一个篇章呢 会来详细讨论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个案哈 这一个是32岁的病人哦 他是异味性皮肤炎 一出生就过敏了啊 一出生就过敏 可是在这里呢 我们差不多花了两个半夜的时间 就让他完全全意的哈 完全全意 那么我们跟他测的这个智力神经呢 他是弃弱有时行第七行哈 怎么讲呢 我们看这个智力神经这个SDNN整体活性正常标准呢 32岁的人照台湾人的标准应该是26的 结果他只有6哈 你看这么低 到下面了 因为这个是智力神经32岁应该在这里 26在这里 结果他只有6 这个弃弱有时行哈 可是呢 经经过我们的这个治疗哈 他很快的就变成6变成9 然后1427哈 所以大家看这个患者6月16号来到了9月就是6变27哈 正常是26 结果呢 这个交感呢 是4变成158 附加感2变成106 气弱有时行变成顶天立立行啊 严重衰老啊 变年轻了 还有心跳96变68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一个个案啊 他的这个 当然我们怎么把它治好呢 就是帮他抽血嘛 他这个蛮过敏啊 毛以毛过敏啊 成蛮啊 还有狗毛啊等等 还有猪肉啊 羊肉啊 鸭肉啊 牛奶啊等等过敏啊 还有螃蟹这些东西不要吃嘛 黄豆花生这个最重要了 好不然这个东西一直进来就是侵犯他的这个智力神经嘛 当然智力神经就会传导就会降低了啊 好就变得气弱有时行啊 啊修补好以后就好起来了啊 这个是很简单这个一讲就通的这个道理啊啊 所以我们肠肉肺肉脑肉细胞治医疗法哈 大家看前面那个过敏断根疗法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再来我们要讲一个这个14岁的这个病人了哈 你看这个多么严重哈 好那么他撤出来呢就是紧绷带暴行啊 我们看这个智力神经哈 这个正常应该他的SDNN应该30的结果他86 好这个交感呢 LF应该是454他1600 复交感241他可是他是2800 好了以后呢整个就变正常 好那至于说这个东西哈 好这一个为什么会变正常 为什么会这么高 那么为什么又会变正常呢 我们下一次哈我们再找另外一个篇章来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讨论 好你看他这个也是 S就是说他神经传导我们讲Syneth Arrhythmia 痘性不准脉 好他这个痘性不准脉测出来就是这个SDNN变化很大嘛 好这样那可是我们经过治疗以后呢 2011年2月8号到2011年6月4号 就完全正常了好 所以他的智力神经也变正常 就是说他的这个呃 就说阿阿英特佛的变异太大 就是痘性不准脉嘛 好所以呃有很多医师哈 他们都认为说痘性不准脉是不必要治疗的 好这个一点我们不认同 第二点就是说痘性不准脉是没有药好治的 这点我们也不认同 我们就是专门治疗这个痘性不准脉跟心理不准 哈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造成这个气质性的病变哈 绝大部分心理不准都是可以 经由这个 长脑肉细胞疗法来加以使他痊愈的 好 再来呢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病人 你看他的这个SDN很高 他是失眠的哈 交感神经应该145他536 副交感86他292都很高嘛 哈 结果呢他也是紧绷带爆型啊哈 你看他这个时候在38哈 比正常高很多SDN 可是我们治疗以后呢 哈一个礼拜多就变成21变成20哈 变成这里 他的这个两次比较呢 哈 啊这个6月30哈 7月8号 他这个智力神经活性正常应该21 他是38 后来啊经过第二次就是差不多差了这个8天哈 变成20 交感呢536变成102 副交感292变成这个啊 变成这个100啊 所以由这个紧绷带爆型变成顶天立地型正常了啊 所以失眠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啊 所以我们智力神经啊 检测起来呢 这个量的问题啊 量的问题啊 有太高要变低 低要升高 这个是我们讲智力神经 呃这个监测跟治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 智力神经 我们还是要强调说 我们看的只是量而不是值 可是哈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值啊 就好像说 你说心情不好 什么叫心情不好 这个是值啊 品质不好嘛 哈 那我们能够测的也就是脑波啊 智力神经啊等等等等 那或是你头晕 头晕也是没有指标可以看的哈 没有一个定没有办法定量嘛 我们智力神经就是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这个传导的速度啊等等是可以定量的 有一部分还是没有办法定量的 你智力神经正常不表示你完全没有疾病啊 智力神经很不好的人也不见得他觉得他自己有病啊 可能他自我感觉良好啊啊 只是失调到一个程度疾病才会跑出来啊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啊啊 这个重点 那谢谢大家啊收听收看 谢谢